这节课呢 就迎来了我们详情页的最后的部分 那么之前呢 我们把详情页的详情内容跟评论 和下面的收藏点赞跟关注 我们全都实现了 那么我们看最后一部分是什么 我们去点击下方 这个第一个图标 我们会打开一个评论的全部列表 因为我们在详情页显示的是最新评论 我们只让它默认去显示十条 这个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去给它做限制 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处理一下 那么去点击它的时候 我们要去打开一个新页面 然后展示我们所有的评论 那么我们先去把新页面 我们去给它实现一下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 我们在pages下面 我们右键 先键页面 然后我们叫detail comments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 创建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去写上一点内容 我是评论列表 保存一下 那么我们去点击图标的时候 我们要去打开这个页面 那么我们找到我们去评论列表的那个按钮 在哪里 我们给它找到 我们在这里 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个事件 那么click 我们就叫open就可以 open呢 我们去定义一下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打开评论 评论列表 然后我们使用uni.nalget2 去打开我们的页面 然后保存一下 那我们填下正确的路径之后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点击下面的这个图标 点击之后呢 会跳到我们的评论列表 那跳到评论列表之后 我们要去请求云函数 所以呢 这里我们应该去给它携带一些参数 我们好知道我们打开的是哪个文章的评论列表 那么我们去传参 我们怎么传呢 我们直接在后面 我们去加上一个问号 我们叫id 等于什么呢 这里呢 我们去写一个 this.from.data.id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文章的id了 拿到之后 我们再到我们的details comments下面 我们去获取一下 那我们怎么获取呢 我们先写一个unload生命周期 在我们unload生命周期里面呢 我们会返回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我们去打印一下 我们叫它query 打印之后 我们回到页面里面 我们去直接点击下面的小按钮 进来之后 可以看到呢 我们拿到了一个id 是这么一串数字的一个id 拿到之后 我们要去请求我们的评论列表 那怎么去请求呢 那请求的话 很简单 我们直接来到home detail里面 我们找到这里 之前我们是不是请求过我们的评论 那在最下面呢 有一个请求的云含数 我们给它去写一样的内容 其实就是可以的 那么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我们叫get commit 然后呢 this.dollarapm.get commit 然后我们去点证 我们去给它返回一个监图函数 我们去返回我们的评论列表 然后打印一下 get commit 我们去传一个什么参数呢 我们来回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传一个articleID 我们回到这里 我们这里去丢了一个s articleID 我们就直接传给它就可以 this.articleID 然后这个变量呢 我们是还没有定义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呢 去给它定义一下 同时呢 我们让this.articleID 等于什么呢 等于curve.id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我们先给它复值 复完值之后 我们在下面去给它请求一下 保存 然后会给我们返回一个 我们所有的数据 我们的评论数据全都在这里 去给我们返回了 那返回之后 我们要把它去渲染到我们的阴面里面 那么我们是不是直接去引用我们的组件就可以 我们在这里使用commiss box 这里呢 我们会给它传一个commiss 等于 等于什么呢 我们去没有定义 我们给它去定义一个参数 我们叫commiss list 我们把它传到这个里面 但是呢 我们的commiss box 它接收的不是一个数组 它接收的是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包一个元素 我们去给它循环一下 v-for item in commiss list 然后给它一个key key是什么呢 就是item.commit add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里面 我们把item传给它 其实就可以了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回到下面 我们去给它丢了一个逗号 我们去给它加起来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其实还是没有 因为我们只去定义了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数据传给它 那我们这次点commiss list 等于什么呢 等于res.data 那么data呢 我们在这里去给它声明一下 那么data等于res 我们这样去做 保存页面 然后回到croom里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评论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显示出来之后 但是我们的页面没有编具 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编具 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编具 那就在这里 我们去给它定义一个class 我们叫commiss content 然后我们去给它加点样式 先去声明一个 align等于sus 直接加一个pudding 上下我们都给它一个15px 这样我们再去看 那现在我们的页面呢 就已经显示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两个评论之间 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间隙的 所以我们把pudding上下 我们给它去掉 上下我们给它改成0 左右呢 我们给它改成15 保存一下回到页面 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的评论 我们的样式就已经去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去给它做一下分页 就是我们拉到最下面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去进行一个上拉加载 那么同时我们前面呢 在我们的前程页面 这里最新评论 我们只给它去显示最多10条 我们最新的10条评论就可以 所以我们要去改动一下 我们的云函数 那就回到我们的云函数里 我们是哪一个函数呢 叫get commiss 下面index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光传useid和articleid了 我们还会传两个参数 我们一个叫page size 我们默认给它是10条 就是每页我们要去显示多少条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一个page 当前是第几页 那么我们给它传一个1 默认是1 再回到我们下面获取的地方 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要加一个scape 它是什么意思呢 之前我们也有去讲过 在我们get list的时候 然后在这里我们去做过一次分页 这里呢就是我们要跳过多少数据 我们就用page size乘以一个呢 page-1就可以 那么这里我们就page size乘以 乘以什么呢 page-1 然后还会有一个limit 就是我要去显示多少条数据 那么把page size我们放到这里就可以 然后我们去上传部署一下我们的云含数 上传成功之后呢 再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我们要去把它的实际内容 我们去给它实现一下 那么这里我们data下面 我们就会去多定义两个 一个叫page 我们默认是1 一个page size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数据嘛 所以我们给它默认 给它定义一个五条 然后保存一下 同时我们把这两个参数 我们传到我们的云含数这里 传到我们的ip 第一个是什么呢 page就是z4.page 下面呢有个page size 等于z4.page size 这样看一下 我们去请求了几条数据 然后回到我们的评论 我们先看这整体呢是一条数据 包括我们下面的子回复 这都是一条数据 我们往下翻一条 这是第二条 第二条包含子数据 下面呢有三条 一二三 这是我们的三条回复 一共是五条 我们的原刊数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上拉加载呢 因为之前的list的那张呢 我们讲过上拉加载 读过上拉加载 我们是基于school wheel 我们去做的 那么对于页面的上拉加载 同样我们有一个生命周期 我们可以去先听 我们叫on reach bottom 它这个生命周期呢 就是告诉我们页面上拉处底事件 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的页面已经到底了 我们去触发一个事件 那么用这个生命周期 我们就可以 我们先看一下 它有没有去触发 我们去给它叫上拉处底 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我们去清空下控制台 我们上拉 可以发现呢 拉到底下的时候 会给我们触发了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事件 我们已经给它触发了 那么接下来的内容 我们就比较好去实现了 它每次上拉处底的时候呢 我们去执行一个z4点 配置加加 让我们当前页数呢 去给它加1 加1完成之后 我们重新去请求 z4点getcommons 我们重新去请求一下 请求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不能再去使用 下面直接等于的这种方式了 我们要给它简单的去处理一下 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先申明一个old from data 等于什么呢 等于json.pass json.string 然后我们把获取的数据放到这里 放到这里之后 我们再用orderfromdata 我们去push一下 push谁呢 pushdata 我们去给它几个 最后我们再用commisslist 等于我们的orderfromdata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首先我们上面 是把我们获取的数据呢 我们这里不是data 应该是z4点commitlist 我们把原始数据 我们想一下第一次请求的时候 那我们的数据是空 空的话 我们怎么转 它都是一个空 那空数组呢 我们去给它直接push 我们获取到新的内容 然后复制给commitlist 这样就是我们第一页的数据 那么到第二页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commisslist 它已经有数据了 那我们直接再去复制的话 就会替换之前的数据 所以这样 我们先去把它的内容呢 我们给它复制一遍 为了不影响我们之前的数据 所以我们先把它转成字符串 我们再去给它转成一个pass 这其实是什么呢 这其实就是一个对象复制 比较简单的一个对象复制的过程 这样我们再去push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影响我们之前的这个数据 那么处理好之后 我们用点点的一个扩展服务 我们把我们的数组去给它扩展开 全部push到我们之前处理好的数据里面 push进去之后呢 我们把获取到的这个数据 我们给到我们的commisslist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我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刷新一下数据 首先这里有五条 我们上拉触底之后呢 又给我们加入了几条 然后我们再去请求的话 现在已经就没有了 这是我们上拉加载的一个功能 那么上拉加载 我们成功之后 我们肯定是希望我们加载到底部的时候 有一个等待 有一个加载的一个提示 那么这个提示呢 我们之前也有去做过 那我是直接在这个位置 我们使用什么呢 uni-loaded mode 我们用这个组件 首先我们去判断一下 我们这里判断什么呢 我们判断 commisslist 它如果等于零的时候 或者呢 它 der length 我们这里也需要一个 der length 不是它等于零 是它的长度等于零 或者它的长度 大于5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显示 uni-loaded mode 为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的数据 它不等于零 并且它小于5 也就是它是一条或者四条的时候 我们不让它在页面里 去显示这个组件 否则的话 我们需要让它显示 就是第一条 就是零的时候 我们页面刚加载进来的时候 这里会有一个 转圈圈的一个提示 然后它大于5呢 大于5就会超出我们的页面 基本上会超出我们的页面 所以你在去上拉的时候 我们要去显示这个组件 我们有这么一个判断 判断完了之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tap i can tap 我们用snow 我们用这个转圈圈的一个提示 然后给它一个状态 状态呢 我们叫loading loading我们没有去定义 我们来到下面 我们去给它定义一下 默认值 我们就是loading 让它去转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去刷新一下页面 那这里呢 给我们报了个错误 是因为我们 多写了一个冒号 我们要传一个字符串 不是传一个对象 或者一个方法 再回到页面里面 我们去刷新 可以看到这里呢 就已经存在加载 已经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判断我们的数据 加载完成了 所以我们就回到下面 那如果说 我们直接写 data.length 如果它等于零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说没有数据 或者说我们的数据 已经加载完成了 那我们就return 我们不去执行下面的操作 然后我们让 z4.loading 等于一个 anormal 这样的话就会显示 没有更多数据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页面 正在加载 然后拉到下面呢 也会加载数据之后 就会给我们显示 没有更多数据了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进行上拉出底的话 我们会一直去 有一个这么个请求 那这个请求 我们要给它去避免掉 我们不去对它 进行一个重复的请求 所以我们在这里判断一下 如果z4.loading 等于什么呢 等于normal 我们就去给它return掉 我们不去进行 下面的这些内容了 那么我们回到页面里面呢 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往下拉 给我们加载这些内容 最后没有更多数据 我们再去进行上拉处理呢 它就已经不去出发了 那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页面的评论 和上拉加载 我们就给它去实现了一下 移民也com 移民也com